文昌地君圣诞 祭品摆上桌 个个都有吉祥象征 文昌地君圣诞 借用慈云市挤满信徒 家长比孩子还紧张 带着孩子来求文昌君庇佑 不只带来准考证拜拜 贡品更是要挑队 一大早很多信众 因为今天不是假日 都是家长来拜 一大早很多人的贡品 葱 菜头 种植 实际上是吉祥的贡品 葱就是表示聪明 菜头就是菠菜草 芹菜就是勤劳一点 葱 芹菜 萝卜各代表不同意义 慈云市文昌殿上头有文昌灯 考取公民的考生 都会准备寿逃来还愿 这个补教老师 我看他都 都有拿贡品来打线 都有做那种寿逃 做一对 面线 他们都要来打线 所以我们的文昌地区是非常连远的 庙方贴心准备状元高和文昌比 必要考生 应考顺利 我们实际是地区很敏感 我三个孩子我也是都在这边穿 考试都很好 科学都不够就对了 也要用工一点 不是说光电灯就可以很聪明 就是要勤劳一点 就考上很好的学校 像我们那个有点文昌灯的 才有资格来申请我们奖学金 他的分数都很高 我们下个五月吃都要去办整学金 池云市文昌军相当灵验 有神明加持 想要金榜提名 还是要靠自己真心用功 记者黄绍明记录报道